- 各位朋友大家好晚上歡迎收看88理財友方 給您財富恩次方 你好我是治愈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今天我們特別請到的重量級的來賓 要好好跟我們來聊一聊 兩岸之間現在工作上的差異 好我們首先要來介紹的 這是資深的人力資源專家 謝德翰 Richard Richard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再來介紹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風雨頭顧的分析師同事 也是會計師的李冠青 冠青晚安 好 還有呢就是我們三立財經台的記者 我們的凱中 凱中好 好 來我們看今天幫大家準備了什麼樣的主題 首先呢我們就要趕快請 待會請冠青來幫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的OTC 貴買指數往下跳水 哇這個跌得幅度嚇壞大家了 那麼真的是熱錢腳底抹油了嗎 現在的國際盤 看起來狀況好像還好 那麼下個禮拜有沒有機會穩住呢 待會我們請冠青來解析 同時呢 待會我們就要請Richard來好好跟我們分享喔 現在呢其實我們身邊的很多的朋友 人都在中國大陸 在那個地方找更好的工作機會 兩岸之間的這些工作機會的差異點 到底在哪裡 以前我們印象就是他會挖那些高階人才 但是現在已經越來越多 你我身邊的朋友都往那個地方 去找更好的發展機會了 那麼到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呢 待會我們要請Richard來跟大家分享 還有呢夜問團您現在還有機會喔 上我們的直播網頁您現在趕快留言 待會有機會我們請冠青來幫大家解析 您的持股問題 好首先呢我們先有請冠青喔 來幫我們看盤 不過看盤之前我們來看現在的國際盤的走勢 應該可以讓大家 呃週休假期稍微安心一點啦 好不小心不行 好目前我們看在這個歐洲的一個 這個國際盤 英國的股市目前上漲幅度百分之零點八六 法國跟德國目前漲幅都有百分之1.5以上喔 法國漲更多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美國電子期貨盤 目前道瓊其他也漲八十點喔 漲幅在百分之零點四四 呃這個大概都是百分之零點四左右的一個漲幅 呃所以我們趕快來請教冠青 國際盤這樣看大家可以稍微安心嗎 我想的確是沒有錯啊 事實上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還沒看完盤 就把這個電腦關掉了 因為在大概十二點左右打電話給一個朋友 朋友說欸我正在吃鐵板 你知道你要不要一起過來 我說欸你不是應該看盤的嗎 所以就類似這樣的狀況就出現了 其實我想呢很多人可能看到今天的盤是 因為本來大家在擔心什麼 因為昨天ADR這個台積電ADR是重挫的 是 盤中還一度跌到百分之五 大家擔心台積電 就台積電有沒有跌 其實台積電沒什麼跌呢 對 今天外資賣了那麼多的情況下 台積電沒什麼跌 甚至這種盤中低點事實上 也不是台積電寫下來的 對 今天跌是什麼 剛剛有提到了嘛 就是那種中小型的 櫃買那些 櫃買中心那些公司啊 對 以前飆到翻天了 可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也不只是現在在跌 實上有些公司都跌了好一陣子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對 而且當然有些公司可能有類似說 我們以前一直跟大家提到 我說我個人我是多疑的心態 我對KY股都不相信 以前叫F股現在叫KY股 那有些KY股你可以看到 怎麼會出現那種類似崩跌的跌勢 像今天有一檔股票 叫永冠 噼哩啪啦就跳下水了 突然間平函往下跌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對 我們待會再來一檔一檔講他們 我們先來看今天這個走勢 今天疊54點 那麼量670億 今天收在9165點 那外資今天站在賣方 那他在期貨的部分也退 但是沒有昨天退的那麼誇張 昨天一口氣退了1萬多口 目前的未平倉的多單 還有79000多口 如果我們以絕對的數字來看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很不錯 但是不要忘記 前兩天還有9萬多口的一個未平倉 一下子掉的速度很快 然後所以我就要請教這個冠青 冠青剛剛說 今天這個盤 其實我們從昨天台積電 可以看出端倪 我們來比較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ADR他昨天明明是跌這麼多 雖然有下影線但是他還是跌蠻多的 然後這個台積電 今天的現貨的部分 倒是沒有跌很多 距離前高其實也只差3塊錢 所以整體而言 冠青怎麼看今天這個盤 我想的確沒有錯 當然昨天雙王法說會 今天被人家講成雙王 這個滅亡的王 而且法說變法會 其實法說講的都不錯 但是很多人就認為說 這兩家公司理論上是要拿100分 是拿120分的公司 但是卻拿的都是99分或98分 像台積電大家就要琢磨到最後 其實前面講得很好 琢磨到最後這個哈格股 印度人他就問了幾個問題 印度人就說 你們那個9奈米 10奈米的部分 已經拿了掌握了9成的客戶 7奈米據說也掌握了7成的客戶 那請問你接下來 還有辦法再往上 往上再掌握更多客戶嗎 但是當然劉德英是回答說 還會更好 但是你想說 對啊 10奈米已經9成客戶了 要怎麼把剩下一成掃進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7奈米已經有六七成客戶 那剩下那些真的會進來嗎 尤其現在7奈米又面臨到的是 三星是直接跳7奈米的 所以到底會有什麼樣情況 大家就去懷疑這個 包括像大力光也是這樣 大力光其實前面講的 哇 其實大力光獲利很好 大力光扣除 毛利率還可以往上跳 毛利率那沒什麼 他就是把他的音圈 馬達丟給子公司做任列獲利進來 那個我也會啦 那沒什麼好講的 會計師就不一樣 但其實你不要看到這一點 其實大力光的營業利益 就是本業獲利是創新高 是比去年同期還要高 所以不是很好嗎 但是會損很多 你就擔心了 會損4.2億 大力光股本那麼小 所以今天有些 跟會損有關的股票 他就跟著跌下來了 對 所以你看到他 大家去吹毛求疵在這說 你毛利率創新高 OK沒錯 然後你的這個 獲利創新高沒錯 但是你會損很多 而且林仁平其實 其實他這一次少見的一次 他直接預告兩個月 他以前都預告一個月 你以前問他說 欸這個 接下來的展望 展望如何 他說這個月會比上個月好 那下個月目前還不知道 他都回答這樣子 對 他這一次是意外跟你講說 他說10月跟11月訂單差不多 那會不會更好的話 就是看他良率的提升 這樣差別在哪 然後接下來我就看到 當然他後面講了一段英文 我沒有認真聽 不過我看到字幕上打出來 就告訴你說 那良率不好 然後就這樣講 所以所有人就去focus在 他的良率不好這部分 但我說真的 其實林仁平先生講話 是比較保守的 所以我相信這兩檔股票 下週其實都會漲 真的 今天有一點被挫殺的感覺 台積電尾盤有點拉上來了 我們來看今天的籌碼面 今天的外資賣超前10名 我們幫大家列出來 因為大家現在在擔心說 那個美國不是要升級嗎 感覺已經迫在眉睫 所以呢 這個如果是錢 大家都要撤回美國去的話 那當然外資會賣股票 我們來看他賣誰呢 現在T50反應 這個是做空台股的 他把它賣掉了 那這是不是代表他做多台股呢 待會要請教冠青 另外他賣掉了全職股 像中華電 台積電他今天也賣了1萬張 那面板 這個金融股 他也賣了一些 所以整體來講 他今天賣超前10名 冠青這怎麼解 他把這個看空台股的 這個ETF賣掉了 代表他看多台股 是這樣看嗎 也不見得如此 大家不要忘記 外資的操作是結合著現貨跟期貨操作 你可以看他期貨部分 現在還有7萬9千口的多單 對 所以他去賣空 他去賣掉他的台灣50反應 一手獲利了結過來之後 他會去做動作 他或許去加碼空單 這不一定 這完全不一定的事情 當然主要原因 為什麼賣這種大型全職 你看到另外就中華電 中華電這種是跟指數影響是很大的 原因就在於說 大家在擔心要升級了 可是我說真的 其實上一次的會議結束 你就應該擔心 為什麼到現在才擔心呢 現在擔心11月升級 可是如果你根據昨天的這個 聯邦基金的一個期貨來看的話 其實11月升級的機率 大概是 大概兩成不到啊 待會我們的葉倫女士就要講話了 我們待會再幫大家來看看 最新他的談話內容 不過呢 大家現在應該是預料12月啦 對不對 對 現在12月預估在昨天 我們看到昨天早上 那期貨跑到 大概65% 兩天大概65%左右 所以可能要關注是葉倫 而且其實在昨天 其實如果你更進一步去解析來看的話 這些去投這個 大家知道有七票投不升級 有三票投要升級的 可是其實 那七票投不升級的人 好像手有點在抖了 真正認為不要升級的人 那個人叫葉倫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的 葉倫的講話 又開始比較偏向上一次那個講法 就是說 可能就有急迫要升級的話 很多人可能就下了半死 不過我說我說真的 理論上因為11月 大家不要忘記了 接下來是川普跟其他人的大選 不是葉倫要不要續任的問題 所以理論上在11月去做利率動作機會 事實上是極低的 但現在因為市場恐慌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他所賣的一些工資 當然賣有的 我們就沒什麼話講 有的他本來基本面就比較差了 對不對 那賣中信金也沒什麼話講 那一大堆 一大堆弊案 你難道還要再買嗎 金店 那個三安光店要去吃歐斯郎 你還要買嗎 這個我覺得這都沒什麼話講 所以就會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 當然他調節全職類股 就大概就是 等於說認為說現在比較風雨飄搖的情況下 他先抽點現金回來 我覺得倒是無可厚非的 對不對 這是他賣掉的地方 那他今天還買什麼 那就有去了 對不對 大家今天覺得台股才叫風雨飄搖 我們先來看一張台股的線圖 讓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台股的線圖 今天讓大家覺得非常恐怖 已經開始 大家有人在說這叫盤頭了 而且今天已經剛好頂到這個季線的位置 差一點要把它跌破下去了 所以大家會擔心 但是在風雨飄搖之際 他買什麼那就特別了 他今天買這些股票 他買大銅 買聯電 紅海 然後富邦金 元大金 他也是有在買金融股 但是人家有在挑 對不對 體質比較好的金融股會買 另外他佈了一些陸股的ETF 所以呢 來這個冠金怎麼看 他買這些股票看得出端倪嗎 當然沒有錯啦 這護身300正二 大家不要忘記 可能最快11月 最慢12月 深港通嘛 對不對 買這個很有道理 那買台象呢 這據說也是跟這個泰王 駕崩有很大關係 因為泰國是橡膠的種地 那可能未來橡膠可能會漲價 大家是這樣的一個猜測 當然買大銅呢 其實大銅已經買超好 一大段的時間了啦 我們可以看到大銅的K線圖來講 其實大概 這利多一大堆 甚至利多到這一天 忽然告訴你說 林衛山要賠20幾億 當然這種公司 你說有基本面沒有基本面 其實我們看不懂 但是我們看一下外資買賣超就好了 外資買一陣子了 過去的兩個月 過去兩個月事實上是買很多 這是總持股張數 這是總持股張數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附近 前面之前買不少啦 今天又買了一大堆 不過我會認為說這種公司 老實說參考價值不高 因為你 除非你要去押注他什麼 明年的這個董建改選 還那麼久啊 對 那尤其他前面已經從5塊到8塊 正常人早就該跑都跑掉了 所以因為他低價 所以他買了這個數 這個可能他買的金額沒有很大 但是他從張數來看是多的對不對 而且說不定是假外資 這很難講嘛 我們沒有講什麼 很多外資黑頭髮對不對 黑頭髮外資最喜歡玩這種東西 好所以我們來看到今天的盤面上 這個相對來講比較持穩的 應該說撐住大盤的是誰呢 是一些傳產族群 特別是最近我們看國際油價 再開始往上漲 所以這些不管是這些大型的塑化股 或二線塑化股傳產股 其實都比較有機會是這樣看嘛 兩週前台化風雨飄搖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這個官場嘛對不對 講了好像一副大搖失業了 這個呼天搶地的 結果台化所交出成績單 竟然是台數四保裡面最好的 對 單季我們看到他賺了2.56 是 很誇張啊 賺了這麼多 他變成台數四保裡面 本益比最低的一檔股票 最賺錢的 那其實他當初有沒有注意到 台化其實在彰化是賺錢賠錢 你知道嗎 他在彰化賠錢的啊 對啊關掉不是更好嗎 奇怪對不對 所以說不定下一季 那個是他們Key基礎那面子問題 這不是這樣講法嘛對不對 這個我認為說當然 虧錢的你本來就把它關掉 然後你的員工你看你要去 安排去哪邊上班 這是蠻合理的一個狀況 所以彰化縣政府不讓他們繼續 這個開下去 反倒對台化是件好事 是好事啊 不過新聞都跟你講是壞事 說營收 什麼營收未來要這樣減一層 我當然知道營收會減 可是會虧錢嘛 台化其實為什麼一直站住那個地 其實大家都討論過 因為那個氣墊廠是會賺錢的 但是那氣墊廠剛好是會污染的 所以當然這個我們不知道 它怎麼解決 不過重點在於說 台化他說繳出成績單很好 所以台化的股價很強 而且投信過去是連續5天 買超了大概1732張 我們來看一下台化好不好 其實它的股價一直沒有 因為它那些風風雨雨的事情 有什麼太大的波動對不對 的確沒有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反而是股價從80到88.4 就已經漲10%了 你這個時間 你從9月到現在漲10%的股票 其實不多 跌10%的股票多了跟什麼一樣 甚至不知道台塑化 我們看一下台塑化直接看K線圖就好了 我們看一下台塑化的獲利是沒那麼好 但是就是剛剛 剛剛這個志余提到的 油價要漲 那之前它的這個公布完財報之後 它的這個總經理也提到說 他們現在這個 現在的一個產能利用率是大升 有一個是80%幾 一個是100%啊 這個還蠻誇張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認為說 第四季會比第三季賺得多 第三季好像賺得到1塊5還1塊7吧 對外資10月份買了快要4000張 沒有錯啊你可以看到外資根本這10月份 還比台積電更喜歡了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股票 它股價它創新高 但另外一檔股票就是這個普風啊 今天真的是 來我們看普風 普風今天突然間一根長紅K棒拉上去 我們大家想說是怎麼樣 大家突然間愛吃雞肉了嗎 為什麼突然間買這個雞肉概念股的普風咧 就是因為你們看的不夠長嘛 我記得在應該N個月之前 我都忘記是哪個月之前 我記得那一天這個夜問是問那個 夜問團大家問東貝 我說東貝實在太爛了 我不要多講什麼 那當時我跟他講 連不著去買普風 那因為當時前面有講到普風 普風那時候25塊26塊 對我記得冠軍很早就要講普風 他還問我是不是因為雞排喜歡 這個 自然我不是因為喜歡吃雞排 我說不是因為這樣子 是因為真的雞肉漲價 而且它今年的獲利真的很好 今天的股價41.8 它已經完成填息了 事實上它除完息之後是一路暴跌 如果我們看一下投信的買賣超 你會覺得更好笑 投信在除息之前大買特買 結果除息之後大賣特賣 賣完之後 這個先前這邊又快要漲了 又開始在賣 到這兩天忽然好像醒過來 但是外資不一樣 你看外資的一個外資的做法 外資的做法就不一樣 你看外資是連續五天買超 所以你就看到人家的做法 是比較中長線的 加上其實普風 他本來大概在先前就提到說 他第三季是比較淡 大家都知道第三季中秋節 什麼都要用什麼豬肉啊雞肉 但是他說他第三季比較淡 第四季又忘記了 他自己講的啊 是吃麻油雞的好食雞 大概類似是這樣子吧 不過他說是忘記嘛 那今天早報也出了一個新聞說 他今年EPS拼四塊 因為如果以四塊錢來講的話 說真的 四塊錢 他的本益比大概多少 十倍耶 你知道很多食品股 所以已經漲成這樣 本益比才十倍而已 才十倍 很多這種食品股 或所謂的類食品股 我們舉例一檔股票 好像是27232732那個什麼美食啊 美食KY 我們看他那美食KY那家公司 你知道這家公司本益比幾倍嗎 幾倍 他現在287塊錢的股價 大概27倍左右啊 27啊 27倍的本益 360的時候就36倍啊 你覺得 你要買哪一種嘛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當然我不知道美食在做什麼 美食好像是在做賣咖啡是不是啊 85度C 那咖啡不太好喝不太 沒有再去喝啦 不過重點就在於說 咖啡也是蠻好喝 就有就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有人本益比10倍 也有人本益比2728倍 你投資的角度來看 要挑這種 所以你去看龍頭股很厲害 但是跌什麼股票 這最後這邊你看到 其實我這邊挑這個股票 大概除了 我在選的時候 這個人看跟我講 這個永冠本益比很低 對啊 我說真的 大家去看最近的股票一直暴跌 叫上緯 他現在變成上緯控股 現在變四個字 上緯投控 對不對 上緯投控 不要念錯叫 不是叫上緯 上緯投控 重新掛牌之後最高點 152.5 現在69.6 你去看看這種公司做什麼 他做這個風力發電 那個風扇的這個葉片 樹脂葉片 聽起來好高階喔 結果股價是這個樣子 可是相對而言 同樣他在做風力發電 那個所謂的鑄鐵的 叫永冠 永冠沒什麼跌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 而且老實說其實永冠 其實之前我們就跟他講過 其實人家對你不錯了 大家知道這一天嗎 成交量很爆炸的這一天 這一天是老闆聲浪6000多張 結果你們還要買 我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老闆聲浪 老闆把自己的股票賣掉 6000多張 套現 但是他找一個投資工 找一個什麼 不知道哪裡來的法人 把他接走 其實大概都 你會看到聲浪一定會找法人接走 那知道法人 其實你覺得法人是 法人是吃素的嗎 當然不是啊 法人吃肉吃比我們還兇啊 所以接下來的股票就開始往下跌了喔 沒有他吃完之後 還往上拉了一陣子 小掌一段 還整理了一段 開始跌在什麼時候呢 這一根紅K 這一根 這一根我們把它放大放大放大 就這一根 大概在9月21日左右 這個某媒體出了一個新聞 對 說上尾啊 第三季的 不是說永貫第三季的這個 這個狀況比以前的預期還要好啊 哇 一個上癮線 PO就下去了 對 當然我不知道今天跌什麼 我不知道今天出什麼消息 我不曉得 不過理論上就告訴大家 因為 同樣的產業 上尾跌成這個樣子 永貫難道不會跌嗎 這就是一個整個風電產業 甚至我們回到剛剛那一章 好 其實我在一直跟大家講到 其實像上癮 為什麼上癮跌這樣子 大家不要忘記了 只要有會損一定有上癮 卓永財是最希望 這個央行把這個 對 把這個貨幣弄到35 36塊錢 我覺得冠軍非常會看新聞 解讀新聞 因為常常大家去看那個 我們央行總裁彭凡男 常常喜歡把匯率穩定 然後每一次站出來 講話講很多話的 你就知道 每次都卓永財 對他非常有 所以今天事實上市場也在傳出說 上癮很可能會損也很嚴重 不過我不知道啦 我這個希望他好好避險 因為卓永財本身是做銀行出身的 但是每次避險 講話中做的不太好吧 我也不知道 而且重點不是避險的問題 其實上癮 就是他主要他的一些訂單 中國大陸其實現在進展的很快 尤其那種他的一些競爭對手 日本那些對手 都跑去中國大陸設廠 所以他 競爭力有下滑 我相信他競爭力是下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疊成這個樣子 我們看一下他本益比多少倍 疊成這個樣子之後 本益比要幾倍 32.72 我說我不要講什麼 這32.72倍你要不要買 這是你自己去考慮的事情 包括我們看到 其實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核大 我私下跟志宇講核大 我說我核大 我真的看不懂他在搞什麼 我真的看不懂 你知道嗎 核大事實上 Tesla電動車 我也知道 去行光三月看 Costco也有好不好 現在已經進駐到Costco了 這麼棒 你隔壁就有了 你可以走過去看看就知道了 進駐到Costco去 他8月營收出來之後 他告訴你 他8月營收同期新高 9月告訴你同期新高 都同期新高 然後你去看看 其實我當時就質疑一件問 你說說這家公司你不要忘記 他上半年是賺2塊 不是賺5塊 上半年賺2塊 賺2塊股價這個樣子 現在跌了這麼一大段下來 今天完全沒有反應什麼利多 你看他9月 我們看一下9月營收其實不錯嘛對不對 他9月營收說是這個年增 百分之13.10 很好啊 對啊 但是你看本益比幾倍 28倍 我們剛剛提到的美食本益比多少 27倍 維生是因為最近跌下來 本益比才是22.39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所謂的胎壓偵測器 你做我做他都要做 連車王店也要做啊 宜利店也要做 甚至據說還有更新的技術 這個胎壓偵測器的這個價格 可能還要再壓到 壓到可能5分之1或4分之1 那你說這些公司 老實說當然 這三檔車電的對不對 核大車王店跟維生 甚至你把一些車電 其實像你看 我們來看那4552的同志 我是不好意思講同志 對3552的同志 同志業績是不錯 對 但這種股價你覺得撐了多久 所以其實車電類股 他的本益比都蠻高的 所以當然就有低價車電會漲 什麼叫低價車電 其實應該說回歸到零主件 那個不叫車電 我們看到像東洋 1319的東洋 這個檔股票 其實今天很爛啊 今天這個上影線很長 沒有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事實上在昨天 是投信買超前 前三前四名的股票 就這種公司 其實反而 他不是做什麼車電 他就做什麼 什麼保險桿 那些東西的 而且他主要的利多 就在於說 中國大陸 事實上去年 去年應該在今年的時候 他取得皮肝保險的認證 以後 這個車子撞了之後 你可以用他的副賞產品 他做AM產品 大概只是要這種車電 或者說比較類似一點 我想包括 其實最近提尾西也跌很多 提尾西跌很多 我提尾西是這個投信一路賣的股票 但是這種本益比比較低的車電 可能相對安全啊 你可能等到他稍微止跌 可是那種本益比真的很高的車電 我覺得難免都還是有下修風險 是 還蠻危險的 非常謝謝冠青 這個冠青今天幫我們看到了 什麼樣的股票 是現在的資金避風港 那什麼樣的股票 可能大家稍微的避開 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就要好好的請教Richard 還有我們的凱中 那麼現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們 都到中國大陸去發展囉 那麼到底兩岸的市場 有哪些差異呢 待會回來告訴大家 馬上回來 了解